客家炒飯條看似輕鬆 實則特別考驗料理基本功 成軒對決 雙方創意滿點 其實關鍵環節幾乎全是功 炒到有一點點喪失 他會的倒車會變成麻煩 20度可以 用倒的 他變得害怕 你看 評審長給你倒掉了 加大了 出手了 不行 倒掉 客家話 評審你怎麼講 做不到 今天煮菜的時候 感覺就三個媽媽在盯著我煮飯 這怎麼贏 想你 盯著是媽媽 可是我有在注意 那個部分呢 我覺得已經好了 會爛掉了 好 你看媽媽幫你翻鍋了 好 經典菜保證班 兩道客家料理 一次全掌握 醜拌條 鹹湯圓無事不耳庭面命 變身大廚的心鎖 鮮肉不能在煮的時候 它沸騰之後你進來 你就不能一直 還有竊心 整個水會溢出來 對 不能 湯圓會爆炸 湯圓入鍋的時候 溫的水一定要是熱的 熱了之後 你要去拌它 不要讓它沉澱黏在一起 如果買回來的板條 你還是稍微聞一下 因為它們本來製成 所以會上一點油 有些油會有油耗味 因為聞就知道了 味道不對 你就去穿一下 然後是摸起來是 有一點 不像油質的那種 手感的話 其實我就建議你可能 看它有沒有酸掉 吃爆碼 輕鬆學保證會 型男精甜菜保證班 歡迎感謝你們只能收看 好吃好看又好玩的 型男大主廚 今天來到了一對 這個算是金童玉女的組合 Funky Mo 還有胡錦 歡迎兩位 歡迎Funky Mo Funky Mo是個好特別的音樂人 對 我今天是來圓夢的 圓夢 對 我的最大夢想 就是來上型男大主廚 哇 為什麼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節目 幫助我出國的時候 大概2015年的時候 就是看來看 尤其是 詹哥 這節目 詹哥 因為他在 載到現在的那個 YouTube頻道 一直看 所以你今天的衣服 很特別的是也是 這是我平常煮飯的衣服 特別穿來 我們這個節目做了 做了18、9年 第一次有特別來賓 直接穿你回頭 因為我覺得這件很好穿 又很好看 好看好看 有點光妝感 現在兩個人都有自己的單曲對不對 沒錯 分別介紹一下 Lady First先來 我發行了我的第一張EP 明明 哎唷 就是我覺得 人生有很多時刻 都很像黃昏或是日出的那一瞬間 我們在那一瞬間 就有很多千頭萬緒 所以我把 我對這些事情的感觸 記錄下來 然後寫成歌 跟大家分享 來來來來 我們把你的專輯接收下來 來 有沒有 字很好看 謝謝 完全就被 完全就被補下去了 好久沒看到苗圖紙了 這盪出來蠻厚的 不錯 我的EP就是 它特別的地方就在於 它是用苗圖紙一體成型做的裝針 那妳這個單曲 單曲叫什麼 我的EP叫做明明 然後裡面收錄了四首歌 四首 對 然後今天會再演唱一首水秧 水秧 來 準備請 感恩 才語喔 嘿 來 music 拍手 拍手 我們聲音好好聽喔 有一點台式抒情搖滾的感覺 對 這首歌還結合了歌仔戲的元素 對 有樣的氛圍 特別的聲音 寫故事給大家 第一張專輯 用聲音來記住 是的 加油 謝謝 然後現在接著換男生 今天帶來這張專輯 就全新2024年台語專輯 叫做明家素材 那裡面主要都是我的台語製作 涵蓋了Soul Music Motown的感受 以及一些老調R&B的台語歌 整張都是 有一首英文 而且台語的Soul Music跟Funky很難想像 謝謝 那你今天有要唱嗎 有 那你要唱的是哪一個 歌名叫做 我的歌名叫做拔啦 拔啦 對 來 Music 來吃拔啦仔 來唱拔啦歌 開著拔啦票 準門拍這段刷 走腳起搖起 讓人看不到 早晚的事情 我頭腦都空空 謝謝 謝謝 好聽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歌手耶 兩張特別的專輯 希望觀眾今天聽了呢 有一點觸動 有一點感受 我們感受好不好 祝福你們的音樂作品 收打起來 加油 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什麼菜呢 我們先抽顧問 先選隊友啊 先選隊友抽顧問 這兩個 Funky Mo 拿手菜是什麼 我的拿手菜 Carbonata Carbonata是 意大利麵 然後 然後 最常煮的是 小椒肉絲 這個好 那個 紅酒燉牛肉 可以了 然後義式燉飯 可以了 麻婆豆腐 可以了 郭靖怡呢 麻油雞 這邊有做那個 麻油雞蛋麵線 嘉義人不是都會吃這個嗎 對對對 有嘛對不對 有我喜歡吃麻油雞蛋麵線 來 剪刀石刀 不 奇怪 最近怎麼都猜出你 你好棒喔 好來你選 給你選 好難喔 兩個都很會組啊 哪個都會做啦 好你先選了 給你選 好就選你 過來 好 好不好來 那你先選那個 選顧問 來我們先抽一張 第一選 等等開 等等開喔 這張 好來講你的 慢慢揭曉 吳靖怡你的是 Jerry Jerry師傅 這邊是 郭靖 郭靖欸 禮責師傅 經典的家常菜 今天要學哪一道呢 來請公布題目 客家菜喔 客家鹹湯圓 他嘎吵半條啊 你好 他吃過對不對 他吃過 他現在已經有優勢 應該是客家人 對 常吃 客家菜是我最沒有研究 太棒了 你有他 你有他 有他就好有他 最近因為下一個演出作品 有在學客家話 希望有拉近跟客家菜的距離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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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沒問題 好吧都已經這樣子了 那我們就出發吧 好不好 請就位 這家鹹湯圓跟草板條 是 然後我想這邊最有實力 也最有這個能力說出 大家可以怎麼做的 除了右手邊這位班主任之外 他的右手邊這一位 對 有沒有什麼需要特別提點的 提點一下 其實油蔥的味道還滿香的 油蔥 對 客家菜如果沒有油蔥就不成菜了 這兩個都是嗎 兩個都需要 中間可以求求一次 進食開始 好 哥 現在就在示範說 在家裡要做這兩道的時候 可以一起醃 他可能可以做示範 Funky more 是 所以肉可以一起醃 現在在上這個料理台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很緊張 我覺得 真的喔 真的我現在頭腦全部 燈打下來我就什麼都忘了 是嗎 對就是好像我已經 關燈 第一次為了來賓關燈的 你是飛鼠啊 燈照到就忘了 什麼都不能動 剛剛聽說你本來是跳舞的啊 對 真的喔 你是跳什麼舞 我以前 我以前就跳街舞跳很多 後來覺得 對 難怪女生肢體特別活潑 怎麼 那你是哪一路的街舞 我就 我就等大家回去考古試試看了 我就不好意思說了 你們先坐一下 我去上 我跟我住的另外一集 不要這樣 我很怕 很怕被挖出來其實很害羞 不會 不會 你 寶蘭師傅 現在不能油蔥醬夠嗎 有點少 桌上有豬油蔥 然後還有一個是紅蔥醬 各種 各種給你 也不能用太多 太多就 整個就太油了 也不能太油 他客家大佬講話了喔 還可以少一片 欸 欸 怎麼了 瓜哥你吃過這兩道菜嗎 沒事 沒事 繼續 我們在A那個師傅顧問 對 沒有啦 你有吃過這兩道菜嗎 我 上禮拜才剛從北斧回來 有吃到炒飯條 沒有吃到 你有 沒有吃到 北斧好耶 北斧的也不錯 好吃 還滿到底 整個鍋子要吃 小心喔 欸 我啊 我啊 顏色不一樣了 我會 拖累我的隊友 沒有沒有 隊友拖累自己 沒事 一點都沒事 這樣子 好像不太均勻 陳哥你覺得這樣夠碎嗎 可以 可以很好 其實切得滿好 你覺得放筆墨在你旁邊協助得怎麼樣 目前 我覺得他切得滿好的 他就是一個整 速度很快 他的能量很強 能量很強 整個人感覺很好玩 時間下七分鐘 我們在那邊靈活 這邊一個專心煉湯 一個煉有一個專心切菜 有 靜翼妳的客家菜不熟吧 不熟 不熟 靜翼妳要炸醬汁嗎 Jerry 炸湯圓 他是因為剛沒有拍到 倒出來的那種 補一下 補一下 這都是我煉的 專業 補化 補化 那個寶藍師傅 真的 那個客家鹹湯圓 有人把湯圓炸過之後再去煮 沒有 沒有 這個太陽是不是要切比較好一點 對 切 然後不能太多 那油量是不是多了一點 對 完全 你知道 不理 妳那個 為什麼湯那麼多 靜翼 妳在煮菜的時候 是耳朵都關起來了 妳也可以聽聽師傅講的話 好 我在聽 油有一點多 油有一點多 那我現在該怎麼做呢 妳可以往這邊 妳往這邊倒一點 放出來一點 有人倒這邊嗎 不然油太多了 太多了會很難看 很難 很難 不要怕太多了 雖然你各家菜又油又香 現在沒有吃這麼油的 為什麼有一種在威脅很難 重鹹 重鹹 現在都改觀了 沒有 變得很難看 所以妳做的是 我做的是 炒板鐵 炒板鐵 可是妳反了還沒切 對 我等一下會切 妳要不要多備好之後 在一起的那種會 因為 我剛剛做菜的時候 就是想到一步就往 想到哪裡 抓到哪裡 那妳做菜成功率高嗎 知道 真的嗎 真的嗎 會不會是在標準比較低 不會 不會 妳要弄用這邊膠 再切得比較輕 這邊這樣不是不會 還是要 小心 他真的 都知道他自己的 其實他有點習慣 他跟妳的情況在走 對 你不做來 它不會被受影響 這是比較 這是一片 妳是不是要拿出來把它切 因為妳左也要開工 對 左邊炒 右邊也炒 是不是應該把它拿出來 找我們先細一點 妳想拿出來嗎 好 我拿出來 我拿出來好不好 好 謝謝 我拿出來 我拿出來 妳要先關一下 這邊還有一片 這邊還有一片 好 不然 這樣我們整個就出產多了 好 那就好 那妳板條什麼時候要切 妳板條很沒切 妳現在火沒有關對不對 然後妳待會兒那邊切完之後 這邊就焦了 板條 他切得很快 板條 你板條不能這樣切 反而他是不是不能這樣切 師傅 要怎麼切 我覺得我們還是短時間 不要打擾他們好了 我看對面 快焦了 板條要鮮甘草 這招 這樣就好 這比較香 寶藍師傅 不夾高的客戴號怎麼夾 等一下 很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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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糗 妳看 我現在不 我怕亂掉 你不是很熟嗎 這一道 我當然很熟 這個尾巴應該我就不要用了吧 可以留 沒事 這要切 卡牆的底身 對耶 有一種在我格鬥遊戲的感覺 炒到有點點上色 有點上色 你會不會黏在一起 刀會不會越炒 越黏住 他在純米 他會不會到最後變成麻雞 對 要用刀的 越炒他越害怕 你們越講他越害怕 所以他把它撐起來 黏住了 黏住了 黏住要不要攤開 等一下炒頭就閃了 你看 你看 民森長給你倒掉 民森長 這個不行 倒掉 你事情怎麼講 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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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撐一撐 我旁邊的 老師住在你 怎麼樣 自己回來 不是叫媽叫我 我有大聲 我先來了 我先來了 我有出錯的 今天大主錄了十幾個 第一次有人在現場認清 對啊 我先把他撈 而且可怕是 這只是還轉頭 對啊 Q喔 讓他來騎個頭也可以 這樣可以 洗個頭 讓他洗個頭 不是洗個頭 洗個頭 好 在兩邊 好 就好 就 當聽夢好了 來 1234你選一個 選一個號碼就好 2 好 你抽到的是 不問嘉誠 一手揮手 一手搶救 一手搶救 揮手 揮手 這太難了吧 這樣 誰也是要手舉起來 揮手 對 一手揮手 對 一手做 對 留一手你該做 好 一起 好 六十秒 他這個就不會動 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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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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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你看 好累 再動 一門有指令 你要做什麼 好 等一下 我加這個就好 揮手 這裡有一片很大片 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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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才就不揮手 你看 對 你哪有在練這個 揮手 十秒 九 八 七 六 五 然後待會兒 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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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見 下課 下課了 來 靜一 一 三 四 一 二 三 三 三 二 你抽到的是 你先救到那個 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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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秒 計時開始 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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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 藍色 你說什麼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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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藍色 對 稍微黏了一點點 對 我也覺得 沒有顏色 這樣鍋器可能會有顏色 可以 她要藍色 就鹹好了 鹹鹹的管葉紅蔥醬 你講國語就好了 對 茲子講國語 茲子扭起來 茲子導油給我 導油 我以前做要燙到 你湯圓不煮嗎 有 湯圓很快 很快 很快 東鍋味養薄蜜 四 三 二 一 好 停水道 水道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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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什麼 感覺有點濕 真的 不太像客家的問題 感覺有點濕 那你就乾一點 你決定把它收乾就對了 對 先等一下 我覺得你稍微乾一點再來 不擠 太有時間 你要咬大 先把菜煮走 露出來 會嗎 會有壓力嗎 不要有壓力 今天煮菜的時候 感覺好像 三個媽媽在頂著我煮飯 每次過年回家幫媽媽做 那個東西 你那個 你注意 講你 你這是媽媽 可是我有在注意 那個肉片 我覺得已經好了 會爛掉了 好 你看媽媽幫你翻過了 你有試吃嗎 還沒 味道 還沒 還沒 是香櫻 還沒 還沒 這個炒跟翻條 是不是又帶點油香 對 這有油香 其實它可以補救 可以補 它怎麼補救 最後再淋補 好 不過已經炒很久了 怕太爛了 對啊 怕翻條爛了 蔬菜也爛了 看對面 拌一點紅蔥油 它被黏在一起 對 我們的紅蔥油好像要 不是煸了嗎 對 果然是便宜很少 這火不太夠 你覺得你 它便宜度感到低 夠了 可以剛一點 你也最大了 是嗎 直接用回應的 大家會說你的鹹湯圓沒有輸過 沒有輸過 有這種事 好 掉一下自己外面的 這都糊亂整理了 我們的香菇 在裡面了 香菇放進去沒 對 香菇 要煸吧 這什麼意思 鹹湯圓裡面不是應該有香菇嗎 對啊 你香菇全部放到這邊來了 這要蓋著那個菜會不會塌掉 沒有耶 沒有香菇 因為香菇完蛋了 可是他現在還沒煮成 你這個交換過來就好了 對啊 交換過來這邊鹹湯圓 這樣好嗎 好像要不要臉 炒反調 你加小白菜 要元素超不滿 香菇撈一點過去 有蔥味多一點就好 對 換了 換了 時間剩下最後的30秒 我覺得應該 就是兩道的食材類似類似 類似 這蔥味可以炸到等多 也會有 換了 他不知道紅蘿蔔應該放哪邊 那種概念 飯開了 我現在就熱飯好了 沒關係 他說要煮了 不是應該有鍋氣吧 他現在 鍋是熱的 鍋是熱的 那你要是熱飯 鍋氣是比較高溫 不是熱飯的 不是熱而已 這是熱飯 真的飯 光一打下來我就 小魚不要斷 不要斷 3秒 5秒 1秒 時間到 這兩道菜是不是很難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 兩道菜食材類似差不多 然後一起焙掉之後 沒有把它分好 所以在炒過程整個就亂掉了 我覺得是耶 接下來讓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 來 歡迎潘主任 歡迎潘主任 他給我們的紅蔥切成的片 為什麼還要再改刀 因為其實今天兩道一起做 其實我紅蔥頭 書的部分 我就一起把它砸起來 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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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就省時間 反正你炒進去也沒什麼差 剛剛為什麼就 那我其實那可以一起弄對不對 也可以一起弄 你就把它切碎 就一樣就好 你不要兩個是長不一樣就好 你在家裡有時候是很脆 做過這道炒的 你就切片 純粹做這個 你就可以把它切磨 其實切片也是可以 就是如果兩道料理 同時都要用到紅蔥頭的話 其實可以把紅蔥頭 一起在前面都處理掉 然後大小要一致 對 大小要一致 那是因為我們現在在這邊 一般在客家的家裡面 它那個早就已經一罐在那邊 都弄好了 大家可以自己用啊 對啊 然後就拿起來就用了 它不會再特地去做這個事 它會用出油編完之後 再來編這個紅蔥頭 就一用在那邊 然後用紅蔥頭直接瓦 好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很討厭吃 那個油蔥樹 為什麼 就覺得不喜歡 但那個人之前做的 可能沒有那麼好 會帶點苦 所以我不是很愛 有點過頭 我的印象都這樣 後來是因為出了外景之後 去很多的客家村 看他們在做這個的時候 就覺得真的很好吃 尤其有的那個 那個油蔥樹裡面的油蔥還脆的 對不對 這個超好吃的 這個很好吃 我家有 有雞油的 有豬油的 對啊 都有 那紅蔥頭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要注意 一個是剛剛已經用手工切的 另外一碗就是碎的 你會發現它比較濕一點 對 那個就用打的 所以它裡面的水分 就有點跑出來 對 所以進來之後你的水分 水分就要把它控好 跟溫度把它控好 好 這邊就是水分比較少了一點 我現在又快速把它加溫一下 它這個動作就是要讓它很均勻 然後務必讓香味都能夠釋放出來 對 注意看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很重要 因為進來之後 其實它溫度還是很高 所以你必須要快速的讓它降溫 它會後熟 然後經過這樣 就是化了過程讓它降溫 然後你的紅蔥樹越來越脆 越來越脆 就聽到沙沙沙的聲音 對 這個很重要 好了之後你就不要再放在上面了 你就放在其他一個盤子上 師傅 我想要問你 因為我剛剛看你桌上有豬油蔥 那這個紅蔥樹跟豬油蔥 同時都需要存在在客家菜裡面 等一下豬油蔥不會 我會放進去炒 因為它已經提煉過了 所以我就會放進去炒 因為它還有一點豬油香 不夠油的時候我們再補它就好 再補我們的剛剛煉出來的這個蔥油 然後變香的就是我們 都是最後灑上去的 偷的地方把它拍一下 讓它整體比較好入口 因為比較好粗味 高麗菜的部分 然後從各個地方切 直接這樣切就好了 對 直接這樣切就好了 那我師傅我想要問你 那個客家炒板田 為什麼前面有一個紅蔥醬 你會用到嗎 紅蔥醬其實你也可以 不夠的時候去補就好 都可以用 所以你覺得日常 如果在家裡的家庭主廚 其實在家裡的話 你沒有時間或 有很多人 比較快 很多人在炸紅蔥後 不會失敗的人 其實你可以買這樣現成的去 去前後 這個是喜歡做菜的才會做的 對 應該家裡不會搞這個 可是要前後 提味的加分 前面有放進去炒 然後後面再點香 就點香的方式這樣 OK 然後兩個的蝦米的部分 我都會把它切一下 好 一樣 好 這個一樣 你就都把它分好 你的菜排部分 把這兩樣的食材 都把它分好之後 你就不會亂 香菇 切絲 師傅那你做菜的時候 會聽音樂嗎 聽音樂要看狀況 要聽他老婆說話 對 他老婆說話跟音樂唱歌唱歌 那好聽啊 不好看狀況 喔 看他那邊的情緒狀態 可不可以穩定嗎 會影響你做菜的速度 你看你現在問他 他刀都拿不穩 下刀 好 湯圓的部分 我就把它 把它切小段 切這麼小啊 切小段 等一下跟湯撈著吃啊 我們稍微長了 長多了 我們稍微 那你們家很少煮鹹湯圓 沒稍微 熟 熟我煮 你們家最常 真媽最常煮的客家菜是嗎 其實大概也是客家板條啊 這板條跟湯圓有 還會是會煮的 只是我已經 沒有做在家很久了 好 還有一個就是 芹菜 啊 對啦 切小 芹菜 芹菜 芹菜豬啊 最後把它放進去 對 香菜 有點早喔 有銅蒼更好 啊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味道是銅蒼 對啊 擋鍋一定要有 好 這邊梗的地方 我們可以放到前面去炒 再高麗菜這邊 太棒了 他的答案做 你大家學的 除了他現在在備料 在看他的流程之外 你去想他的味道 待會兒是怎麼樣堆疊出來的 而且他就不會像我們 用那麼多盤子 好有東西 真的 好有調理 你們那邊會亂掉 就是因為前面太多東西了 好 這個把它對切完之後也是一樣 這樣湯頭的味道才會出來 你現在在切的時候 它不急嘛 對 你可以去分門把這兩道菜的菜都先分好 你在煮的時候就不會亂 對 我們剛才也是這樣想 他們是一人煮一道嗎 沒有 我們是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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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負責備料 過程中大家就亂掉了 因為我自己的 煮飯的工作檯面也會這樣子 東西全部都 梗的話短一點 葉子長一點 因為熟的時間不一樣 好 葉子就後面下 他如果要熟五分鐘 那個只要一分鐘 對 可以前面去炒 兩個的肉絲 炒飯條跟鹹湯圓的肉絲 是要選那種五花肉的 還是瘦一點的 其實基本上 他們都會帶五花肉比較多 因為五花肉有油脂 然後呢 有的會帶點粗品 你有時間就會有一點帶粗品 我客家菜吃了50年來 沒吃過可以強調瘦肉的 可能有些人怕那個油肥感 客家人比較喜歡肥肉感 因為要做事 客家菜很喜歡豬油香 對啊 濃縱鹹香 米酒 我們剛才有個乾炒板條的動作 你覺得怎麼樣 其實不需要 因為你乾炒 你責不需要 你責不需要 師傅說不用 因為你的板條 你剛才有抓油了 那抓油之後去乾炒它 其實那個油已經把板條 就把它封住了 有一個隔衡就把它封住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味道會進不去 好 這個兩個都抓完之後 就來這個地方 想要做兩秒 兩秒 先補一點蔥油進來 反正等一下 你真的板條要下去炒 我會建議用筷子 然後要不斷地把它剝散 你要不要讓它悶在一起 不然就是放好 你就不要管它先繞一下 然後再去翻面 這邊要先做的是 就是湯圓 一定要先做 這個部分 湯圓一定要先做 一定要先做 因為湯圓部分 我們需要去熬它這個湯底 所以這個湯底的濃度 才會出來 蝦米 香菇 對 它切它都比較鬆 為什麼以這兩道 要先做湯圓 湯圓我們現在就把湯底 先把它煮出來 等一下我們的湯圓 燙過 進來之後 讓它馬上去吸收 你這邊不濃郁的話 板條不能等 這可以滾 這個吃 剛剛有看過吳師傅示範是 湯圓放進去一鍋燒對不對 也有 有過 有過 湯料比較多一點 然後再進去就一直 好 現在我就放這個 豬油蔥進來一起煸炒 吳師傅 張老師找你 是這樣 請問餅公客家湯圓的湯圓 要怎麼挑選 才可以入味 要煮多久才可以撈起來煮 客家板條的板條可以 買哪一種的最適合 板條買回來是要切 還是直接下鍋煮 再來調味的部分 是不是只要1比1 或是要多一點好 1比1什麼意思 不知道 可能是調味料 以前我們有教過 鹽多少糖跟著多少 其實是讓湯頭的厚度 比較厚一點點 對 鹽多少糖多少 至於你的湯圓要怎麼選 其實現在市面上的湯圓 都已經品質做得很好 包括冷凍的 一整盒 桂叉 那個湯圓質感都很好 只是說你要注意一下就是 湯圓入鍋的時候的水 一定要是熱的 熱了之後你要去拌它 不要讓它沈現黏在一起 對 要沈現滾 你不能讓它變成是不滾 它就沈下去 對 然後再來又有人會問說 那我湯圓煮湯 我是不是要加點鹽巴 去讓它吸收好 如果其實你這邊夠的話 你燙一下不來這邊煮 好 欣賞你問到講到這個 順便問一下 這邊要講說 請問一下帥主任 煮鮮肉湯圓跟紅白湯圓的差別在哪 不宜煮過久嗎 它們有差別嗎 有 一個是鮮肉 就是有包肉的 包比較大顆那個 那個時間要煮久一點 而且那個買到幾乎都是冷凍的狀態 因為比較好煮 對 它爆生 對 然後那個鮮肉部分在煮的時候 它沸騰的時候你進來 你就不能一直持續開大火 還有切記不要蓋鍋蓋 整個水會溢出來 對 不能蓋鍋 那個湯圓會爆炸 那個肉會整個炸出來 真的 所以其實時間性很重要 好 這邊加了米酒之後 就是胡椒粉 然後醬油就淋一點鍋邊在旁邊 好 現在目前其實 還是要打底的狀態 就是讓它香氣 香氣出來 客家鹹湯圓 比較多會是純湯圓還是鮮肉湯圓 其實都有 看地方 對 就是看你喜歡吃哪一種 真的喔 這邊的部分呢 我就去讓它去煨湯頭 鹹湯圓的湯頭 然後這邊西亞 炒板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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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就進來 炒板條是不是跟 炒烏龍麵的概念 有點像 其實有點像炒麵 有一點像 但是板條水分不能太多 蒜頭不需要太多 因為板條很容易爛掉 蝦米 蝦米 吳師傅 你的板條會先 燙過對不對 板條就直接進來炒 不燙 會切吧 會切 我先把這個 會切 香氣跟味道先把它煮出來 可以不切嗎 昨天這樣吃起來比較酷 最一樣就是紅蔥頭酥 所以我們一般在市場 買回來的板條 有要先經過什麼處理嗎 買回來板條 其實它就是一疊 然後你可能就必須要 像這樣把它打開 就是看長度 有時候 快的話就直接這樣切 OK 就是看你想要的這個長度 是如何 你這樣子 什麼光滑麵或是什麼 捲在裡面嗎 還是外面 還是兩層都可以 我等一下因為 等一下碰到水它就直接就開了 你如果買回來的板條 你還是稍微聞一下 因為它們本來製成的時候 會上一點油 有些油會有油耗味 對 穿一下會比較好 是看它用哪一種油的味 你已經聞就知道了 用聞的 味道不對你就去穿一下 然後是摸起來是 有一點不像油質的那種 手感的話 其實我就建議你可能 看它有沒有酸掉 因為有時候他們在製作的時候 燜到 對 如果說是你穿了之後 一聞還是摔摔的就不要用 你現在在堆味道這個過程 一定要讓觀眾知道 因為喜歡吃鹹湯圓的很多 喜歡吃炒板條也很多 這邊其實就像炒麵一樣 然後前面的爆香 包括肉 然後這個料頭 醬油我都先把它進來的 妳要湯汁嗎 有 炒板條的客家話怎麼說 炒半條 炒半條 炒耶 炒半耶 也可以說 半耶 炒半條 炒半耶都可以 這樣湯汁就差了 很好配啊 專業 如果板條買回來 煮不完 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保存方式 其實會包一個抱紙 然後這樣放在這個 我們的冷藏 冷藏就可以了 對… 因為它畢竟是米製品 所以你去冷藏 可以保持它的這個溫度 然後你如果說拿去冷凍 其實它整個煮出來口感就不一樣了 但還是盡快吃完 就是還盡快吃完 盡量不要冰 前一陣子不是出事情就是板條 對 因為你的冰箱的 衛生條件要很好 因為通常大家家裡的冰箱 久了都會有一些的 冰一些食材 有熟食的 有荷的 或者是有一些罐頭類的 尤其是罐頭類有時候放很久了 好 這邊我就用這邊的湯水 順便去把它拌開 這時候我的高麗菜就可以進來 等一下就一起收汁 所以我剛剛是先下高麗菜 好 這樣子我就可以一起抓 板條的熟成度跟高麗菜的熟成 所以板條跟高麗菜同時下 同時下 板條我先下 用裡面的這些湯汁先把它 先弄開以後才下高麗菜 對 好 這邊一樣讓它收汁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試這個板條的 嫩度如何 如何 軟Q的 但一試完也不願意跟我們這邊 沒有 因為有一些板條它的 可能粉加比較多 吃起來就會比較脆脆的那種感覺 我喜歡你這種追跟舊的一樣 不然它試一下整理 然後吃完就 安靜 我想知道 一個企業在那邊受不了 吃完就在想說 它好像差了什麼東西 好 紅蔥多酥進來 這個時候很重要 這個味道進來 有加成的效果 好了 這一次都是讓味道炸開的 所有的動作 對 前面打底打完 這些所有讓味道全部炸開 萬國歸一桶 是 好像 然後水分剛好收開 特加少拌條 如果放的是豆芽菜 好像有點像是炒河粉 比較像炒河粉 炒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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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蠻快的耶 很快 這擺住很快 好 湯圓 水滾的狀態下 裡面不放鹽 不用 你又在那邊吸收就好 因為我這邊只要過一下下而已 就是多餘的 它沒有煮到熟透 對 多餘的那些 澱粉質先把它拿掉就好 好 這時候就這邊的調味 剛只有加了醬油而已 主客加鹹湯圓就是先把 就是整個湯底都先調好 湯圓再進去對不對 對 直接拿吸收就好 那有因為要加湯圓 鹹度要重一點嗎 鹹度會重一點點 因為比較符合他們的 就是客家風味的那種需求 嘴巴裡面跟湯 湯帶湯圓的那種平衡感 不是 咬了咬了那個湯有味道 吞下去了之後 湯圓咬了咬著沒味道了 會了 平衡感擦了 它還沒有膨脹呢 就是我要過一下外面的那些 電腫就好 開始把電腫弄掉了 現在就是在這邊煮就好了 概念上是這樣 因為我這邊讓它膨脹 等於就吸了這邊的水 你在進來之後 等於它在膨脹之後 可是它中心點還是這邊的水 al den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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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在這邊煮就好 al dente 它順便可以挑整體的這個味道 被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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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人家都還沒收工你的 罐頭就收工了 謝謝 好 這邊我要讓它膨脹 再吸湯汁 它膨脹在這兒膨脹 不要在水鍋裡膨脹 加蓋子 讓它水就膨脹的狀態下 等一下鍋外打開 它又再吸回去 那你在這邊一直煮一煮 有時候 它湯汁的水分就會一直蒸發掉 到後面還沒透的時候 就要在對的地方膨脹 我喜歡這個說法 好 再來就是 有沒有 很快 有沒有 這軟Q就很快 一定要讓它透 它在對的地方膨脹 好 有葉子 一樣 它在需要多少時間而已 銅鑼進來 整個就對味了 除了銅鑼 還有小白菜 還可以加什麼菜嗎 其實就加一些綠色的蔬菜 三銅鑼 對 三銅鑼 三銅鑼味道會更野 對啊 三銅鑼可以像有 現在有三銅鑼 可以啊 除了銅鑼可以加什麼呢 三銅鑼 因為現在沒有銅鑼 可是你可以買三銅鑼來用 現在的觀眾朋友有聽到了嗎 可是我們播出的時候 已經有了啦 對啦 我們播出的時候是有了 不然怕大家會覺得說 奇怪 大家應該用 打底這樣 銅鑼怎麼樣 好厲害 他連倒出來是一碗他都知道 你看多厲害 好來 關起來 客家前桃園 客家炒板條 他把他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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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唷 安VOIL 好啦 今天介紹的客家美食 您看到沒有 會的嗎 會的嗎 來 上桌 好厲害 哦 吃飯條 來這裡的 好多 謝謝 厲害哦 好香哦 這一闊蝦菜的胡椒味也很明顯 白胡椒 你會很明顯對吧 白胡椒 很重要哦 嗯 粉漿 換水 換水 對啊 我覺得先試我們的 這樣我們才不會 肉沙不會太大 對 好 哇 你們是 炒麵片啊 是 是不是太有注信了 這就是 純刺沙好多 好 打底打得不一樣 你知道嗎 剛才那個湯很重要 那底它不能太少 換杯 嗯 內入 不一樣 不一樣 怎麼像媽媽炒麵 同一個在三盤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鹹湯圓來了 小心哦 香菇 我覺得 我們少加了芹菜 有啊 加個銅烤 好吃 它的味道不同 剛剛謝謝你們 謝謝 怎麼這麼有啊 湯圓根嗎 湯圓根 你知道為什麼油嗎 因為裡面才會燙 哦 太保溫 油封的概念 是燙的嗎 有點燙到舌頭 香菇對的就不一樣 沒有吳師傅調的那麼厚 但也好吃 這邊也是湯圓根 不會啊 真的比較清根 不會啦 會不會是湯圓根 我覺得 湯圓膩 然後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 那個湯圓筋 哈嘎扮演耶 哈嘎扮演耶 哈嘎扮演 獲勝的是 一二三 請舉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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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本老師 這邊真的太貴小心了 那就是 鹹度 重一點點 我覺得 是會比較好一點 那 有一點缺點就是 真的太油了 這麼是 呃 板條來說 這邊 對 它是稍微水分多了一點 但這邊的肉沒有煸透 所以 有一個豬肉腥味 那但是湯圓的話 這邊贏很多 因為你從頭到尼應外合 你的湯圓要有味道 湯要有味道 兩邊都偏濃 比較可惜 班主任請總結 好 板條部分其實兩邊的味道都不錯 那只差別一個是 在鍋子裡面 就是湯水都煮得太久 所以你的板條的那個 口感就變質掉了 湯圓部分其實就是 這邊真的 湯汁跟整個的湯圓是 味道是分開的 那這邊還是一致的 因為你這個 鹽巴也下得夠重 所以那個 客家風味的那個鹹 要頂到剛剛好這個 這邊就有做到 3比0 恭喜 陳陳摩摩兩個人獲勝 優勝獎呢 可以得到 我們幼香冷麵 太開心了 還有精釀醬油 還有香料鹽 贏的人先介紹自己的專輯 嗨 大家好 我是方喜莫 今年的新專輯 東西 所在 去聽 很高興的是你們 來 有靜一 大家好 我先說靜一 我出我的EP 叫明明 現在在各大的唱片通路 還有串流平台 都可以找到我的名 因為在追蹤我的臉書 還有IG 希望我的歌曲可以唱我 仁如其名 靜靜地成為大家的依靠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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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很不錯的年輕人 他們有非常多的熱情 都載進在他們的各種表演裡面 這次的音樂作品 希望大家喜歡 吳靜一 芳琦莫 謝謝他們 謝謝 謝謝我們大主廚 謝謝 謝謝 大家上去的粉絲收看 型男大主廚 所有喜歡在 經典菜保證班裡面 想要在這個單元學到菜的朋友 天天都幸福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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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勝除霸師圖合作賽 這集主題設計 別出心裁肯定咧 巨無霸蝦料理 每個細節 標配瘦大便是美 第一次用這種模式 人生第一次 什麼感覺 出動了 出動了 關火 關火 焦了 來 完了 等一下 小心 不要在哪兒 這裡 小心 好可惜 旁邊是吐奶是不是 差一點做完 就把它給你倒在地上 倒下去 倒下去 來 時間到 厲害 厲害 製造厲害 厲害 第五霸蝦食材處理 耳魚我炸 一秒也不能鬆懈 模式全程網面 旁邊就怕萱萱 脫失江湖一點絕 現在兩邊做的動作是一樣的 當然 他一直看我怎麼做 我哪有兒子看的 好 妳從現在開始 不要往這邊看 我躲在後面弄了 我是哥 這樣開不到 你看他怎麼過來看 這不做 為什麼前面也要開 要切斷 為什麼前面也要開 其實手畫速度也會快一些 妳在問我嗎 不然 妳應該問妳師傅吧 妳問我 她開爆到妳參觀就一直還 還有就不做 對 還有發問的 關妳什麼事 妳會啊 本節目由PP石墨熙冠名贊組播出